震惊全网的外星人绑架究竟有多苦 先看视频 莫名出现的伤口 恐怖的人体实验室 诡异的女外星人 这是国外一位叫威廉的人正经历的遭遇 以下是她被外星人绑架的全过程 未满30岁的宝宝请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 威廉最近脑海里总会闪现出一些和外星人相关的片段 更诡异的是 每天早上睡醒 她的身上总会出现各种伤口 威廉猜测 在她每晚熟睡后 肯定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为了搞清事情的真相 她采购了一整套的微型拍摄设备 并将摄像头藏在胸口和帽子里 可当她第二天醒来时 这些摄像头全部消失不见了 这也间接证明了在她睡着后 确实有人来过她的房间 由于威廉从小就患有听力障碍 她必须24小时佩戴助听器 外星人也并没取走她的助听器 于是她便将摄像头藏进了助听器里 在摄像头装好的大碗 外星人就出现了 外星人牵着威廉走在一个亮如白昼的一空间里 很快他们便来到一个大房间 另一个外星人闻声走来 两名外星人一丝不挂 空洞的眼神不断在威廉身上游走着 突然画面切断 等威廉醒来后发现是摄像头没电了 但录像还是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虽然她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但录像的内容还是让她感到恐怖如斯 她不清楚外星人究竟在她身上做了什么手脚 为了一探究竟 她对电池进行了改造 在换完电池的第二天身影 外星人又来了 这次威廉被带到一个阴暗的实验室 许多赤条条的人类被固定在实验室中央 天花板上的奇怪仪器降下来照住她们 期间还有一位意识清醒的女人 在向威廉诉说着什么 接下来 威廉被电梯送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 外星人控制着人们自己走进来 很快威廉被抬进一间手术室 在她隔壁床也躺着一个人类 外星人操作着仪器 在女人身上植入着什么东西 威廉这边似乎也在做着相同的手术 等早上醒来看完录像后 威廉仔细检查了身体的每一寸皮肤 可并没发现任何异常 由于身体并没有异样 威廉决定继续拍摄 两天后 她再次被外星人带走 这次她被带到了一个新的空间 一个浑身长满斑点的女外星人 对她进行检查 检查完毕后 女外星人将她带到一个私密的房间 威廉被安置在了床上 随后女外星人跳起了奇怪的舞蹈 舞蹈结束后 两个女外星人被她研究了足足两个小时 才放过了她 早上醒来后 威廉的身体依旧没有异样 再回看了所有的录像后 她坚信那个女外星人 一定在她身上留下了什么 她的身影一直在威廉的脑中挥之不去 而女外星人似乎也有信息 想向威廉传达 第二天晚上 威廉没有被带走 可取而代之的 却是女外星人传递而来的声音 这也并不是声音 而是一种意识的传达 女外星人告诉威廉 她看到的所有外星人 其实全是被改造的人类 他们的行动和意识 全部受到一颗终端大脑的控制 他们的任务就是 将抓来的人类进行检测 检测合格的人类将进行改造 以适应宇宙空间的生活 女外星人告诉威廉 今晚将对她进行最终改造 可威廉对此却毫无办法 当晚 威廉再次被带走 这次威廉发现自己的意识 被保留了下来 她可以看见和听见周围的一切 但却控制不了自己的行动 一个蒙着脸的壮汉在向她逼近 可随着眼前一亮 女外星人突然出现 她牵着威廉逃离了实验室 威廉跑着跑着突然下坠 等她回过神来时 发现自己倒在了家附近的大街上 威廉此刻脑海中 还想撤着女外星人的声音 她让威廉赶紧跑 威廉此时能想到的唯一方法 就是将所有录像曝光出来 并希望当局能派人保护她 她迅速回家挡住视频 可还没等她做完 她就失去意识摔倒在地 等她醒来时 她又被带到了实验室 女外星人跪在房间中央 等威廉凑近后 女外星人将威廉的手 放到了自己的肚子上 威廉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 随后女外星人 带她来到了一条隧道 随着光束的闪烁 威廉被某种怪力带着往前飞 飞行途中 她似乎看到了宇宙中的地球 最后她家宿穿梭到一片黑暗中 一扇门在眼前打开 将她送到一片五彩斑斓的空间 没有人知道 威廉被传送到了什么地方 影片也随之结束